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短午节后台北股市 有没有好戏可以看呢 台股今天由台积电领军 电子股终于是回神重涨了多头的兵符 而且很重要的是 这个电子股的成交比重 回升到了五成之上了 台北股市今天占回一万七千一百点 也挺进五日线 短午之后这个变盘 有没有机会变盘向上呢 马上欢迎今天来同学会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欢迎分析师王建文 王伯好 明君好 同学平安大家好 第二位欢迎分析师邓尚伟老师好 明君午安 同学们大家午安 第三位欢迎分析师王世俊 世俊好 明君午安 各位同学午安 我真的耶 百万少股东的心声 台积电听到了 台积电重新扮演了护国神山的角色 昨天傍晚台积电公布说 明天第一季要把股力从2.5元调高到2.75元 今天台股就靠着金元双雄领军 指数重新收复了万七大关 今天下午台积电营收刚才出炉了 烧腾腾的 这个半导体整个族群确定转强了吗 王伯会有最新的解读 邓尚伟老师昨天有提醒同学说 被外资降频的联电千万不要乱砍乱卖 今天联电走势中止联四黑 上涨了 尤其搭配联发科重回千元 联家军的IC设计股立刻就喷出反应 就连洪家军的IC设计股也开始表态了 集团作战股的轮流发动 潜力股还有谁呢 邓老师要帮大家一一的来检视 传产股今天这个心情有一点点紧张 早盘担心说这个电子股回升 传产股没戏畅了 可是尾盘松了一大口气 在电子股吞了大力丸之后 今天早盘航运钢铁一度走软 可是接近尾盘的时候又有买单敲进来 把指数电子传产一起来 攻到今天最高点作收 传产股的大多头到底有没有走完呢 世俊今天会有最及时的解析 广告回来锁定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武器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在端午节之前 本来想说会是一个比较震荡整理的格局 指数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但没有想到这真的是一个端午节之前 非常棒的礼物吗 昨天傍晚的时候 这个护国神山台积电 宣布要把明年低际的股力 从2.5块钱调高到2.75块 真的是出乎了市场的意料之外 今天马上在台股当中就反映了 指数是一度压低之后 就开始往上来攻击 今天中场是大涨193点 收在17159点收复了17 17100点也收复了五日线的支撑 成交量是4089亿元 今天指数收最高17159 那今天这个正贡献点数 不用说都是我们的这个 半导体的大哥护国神山群 台积电连发科鸿海 连大力光都跳出来了 连跳出来这个表现了 可是复贡献点数 有一点点担心 我觉得这个传产股 这个航运股涨多拉回没有关系 可是这个友达跟群创 公布五月营收这么好 又被花旗给降评 今天股价真的跌得蛮惨的 但我想先从大盘请教王博 王博在这个端午节之前 我们的电子股大哥回来了 这个成交比重一口气 拉到了五成之上 那端午节的变盘行情 有没有机会向上呢 好的 平常心 真的是平常心 其实台积电跟连发科 就是我们这两个礼拜讲的 我们就提醒同学说半导体 半导体 那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 昨天台湾股票市场这样涨 很多同学在我的那个line里面 就是说端午要变盘了 往某向下变盘 因为昨天表现不好 对 然后今天上来之后 他会不会往上变 往上向上 我在想说 怎么昨天向下变盘 今天变向上变盘 所以我还是觉得 就像我昨天在这个 同学会里面提醒同学说 你变盘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说 到底它的一个结构是什么样 那当然我最近 有一些资料在line里面 我说同学你自己看 看了之后有问题就问 我最近在追踪 那个所谓法人的筹码 包含像外资跟投信 投信连续买超的 总共最近来讲 我统计昨天 46档股票连续买超 42档是电子 只有四档是传产 然后外资呢 外资在昨天 那个连续买超的 有52档 31档是电子 21档是传产 所以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说 就这样的一个 筹码的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风向 其实的确外资有回来回补电子 但是投信反而在电子里面 它是更加的积极 不过我觉得 我觉得你也不用看衰船铲 因为我觉得像昨天就很多同学在问说 这个航运股落海了吗 不然就是什么 不然就是钢铁股是不是跳 那个跳到水里扶不起来了 我觉得不用这样看 我觉得你还是要 把产业的结构搞清楚之后 你才知道未来的发展 不过我觉得刚刚明君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2409的友达 对 我们面板股来先帮大家解一下 这个真的很讨厌 昨天是群创公布了五月份的营收 表现是相当的不错 我跟你讲这种状况 台湾股票是常常发生 是叠构了吧 我觉得我觉得说 其实它这里足一个底之后 其实本来在这一根中长红 其实本来是要往上 但是你可以发觉说 它一直上不去是因为什么 当冲比例太高 而且有好多的利空的杂音 对 然后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花旗 没有花旗给讲评 对 你不觉得我这个很奇怪 大摩将联勇414 然后花旗 然后昨天还有一个什么联博 什么联电 什么取宗人赛 对 害我昨天还回去 把那个章语的取宗人赛 我再听一次 再听一次 还好没有真的取宗人赛 所以其实有时候 当然面板的一个下半年的杂音 真的比较多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它在这边横盘主体的过程当中 它比较有可能是做反弹 因为它的一个营收获利 对 有可能比较做反弹 但是你还是用反弹试制 就是说 其实它上面这边都是压力 我之前都跟同学讲过 这边都是压力 那你说 有没有机会这样上去 那我也跟同学提醒过 因为我目前看产业的讯息 就是半导体看起来比较整齐 而且它的一个成场趋势比较清楚 好 所以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说 其实可能股票要调整一下 如果你手中有面板 你也不用压力太大 因为我觉得杀下来之后 那个筹码融资清一清之后 它会做反弹 那你反弹上来可能就要调整 好 王伯提醒大家 这个面板股的营收表现非常好 但可惜的是 最近外资比较不侵懒面板 加上外资有降频的动作 所以面板股如果短线 跌升反弹之后 可能站在减码的一方是比较有利 把钱拿去做半导体 还是可以讨回公道的 那讲到半导体的部分 就不得不来提下这个非常大新 我们刚才我已经帮大家整理出来 台积电最新的五月份营收 那这个稍后再谈 现在讲这个鼓励的部分 之前台积电跌 是因为说它的这个现金殖利率 低于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所以股价就被一路的往下打 然后大家也市场传出来说 台积电有没有考虑赚那么多钱 来多发一点现金鼓励 真的听到了 这个董事长跟这个执行长都听到了 他们昨天的董事会 颁网决议说 现金鼓励从明年第一季开始 要从2.5块钱 第一季的部分 调高到2.75块钱 虽然说没有讲说会不会季季调整 可是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所以有机会 明年的这个全年鼓励达到11块钱 从10块钱变成11块钱 那这个是营收的部分 刚才也出炉了 台积电的五月份营收 1123.6亿元 月增0.9% 年增19.8% 记得四月份的营收 有帮大家追踪 当时是月减 就股价就有点受到震荡 这次是月增也年增 1到5月营收是5860.8亿元 年增17.1% 帮大家补充一下 台积电在这个第二季的法修会上面说 第二季的预估的季营收 可能是3600亿台币左右 以现在台币的这个汇率来换算 那现在四五月份都是大概 1120几到1200亿元之间 六月份如果说在网上挑战的话 有机会是达标的 我想先问一下王博 第一个是发股力对股价的 提振程度怎么样 那五月份营收你怎么关注 好的 其实我先讲 这个营收略低于市场的预期 有低于对 对 因为本来我们在看说 因为台积电出来释放的薰期 大家都预估是1200亿 因为3600亿除以3 对 1200亿 所以这个略低于预期 那六月份能不能补上来 大家就要观察 其实以目前看来 不管是四月或者五月 其实第二季是呈现淡季不淡 只是我们可能对它的一个预期比较高 但是还是略低于预期 那我觉得比较让我surprise 我常常讲说股票要动就是要surprise 就是说他突然出来讲这个要增加 大家原本都差点忘记这个议题 台积电到底在冲什么 但是我跟你讲 它本来是2.5到2.75 增加0.25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今天233年的台积电会涨 对 差一块就变到600块 其实算一下它的殖利率 大概1.8也不高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释放这个讯息的过程当中 他释出一个内容 他认为他这几年投入的一个 所谓相关的资本支出 能够帮他创造更多的获利 可以赚更多的钱 可以赚更多的钱 那些先进支撑有优势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是 因为他释出这样的讯息之后 让所谓的市场 让法人开始怎么样 开始对原本越来越没兴趣的台积电 他要回来看 而且外资金是连卖 对对对对 所以你可以发觉说 其实之前在这边超跌跟同学们有讲 那时候我们用ADR的那个一折价 然后涨上来之后 我说这边600就是一个 所谓前波的一个反压区 那接下来就看说 他这个相关的一个鼓励的加放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说 他释出的一个讯息 他说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刺激股价进入网上 如果台积电都down 就像可能明君有做一集 那个金元代工那个四个四雄 那个利基电世界先进 利基电都说我要来涨价 对 大家都要涨价 是不是说刚好怎么样 刚好东风来了 东风来不是 现在不能打麻将 不能群聚会不会罚 6万 是不是说金元代工的东风来了 然后很多股价整理之后 有机会往上 好 其实台积电这样加发鼓励 也是希望股东可以长期投资 那今天盘中其实好多的小股东 又开始追进来买台积电的零股 那这个半导体的东风来了吗 我们看一下四大金元厂的 其实目前的状况 真的非常非常的忙碌 今年产能都被抢光光了 包含了8寸12寸的价格 跟这个数量都会往上 满载没有见到松动 所以利基电世界跟联电 第二季营兽有机会拼创高 另外苹果的新品 宅经济等等 驱动IC电源管理IC的订单 都到明年中 所以这些四大金元厂的后续走势 大家可以留意 汪波也会继续帮大家来追踪 那我们讲到今天盘面上 我刚才台积电聊过了 联电股价 也没有因为外资降频 股价就受到拖累 今天是终止了联四黑 联发科要来好好讲一下 今天上了1000块钱 我记得王博文 昨天有讲到这个关键的价位 对 没错 其实我有提到说 其实如果台湾的电子股要动 它一定是一档一档来 当然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看这些 大哥大头们的一个表现 如果他们不表现的话 其实大家对这个大盘的信心是比较弱 所以我有提到说 不管是联电也好 因为很多同学就说 联电怎么办 我套在这里 联电怎么办 我套在这里 然后这里的时候 又不大敢买 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讲利空 很恐怖 谈上来之后很期待说 他会能不能一步就这样上去 那我在同学会里面讲说 其实这里你就观察 那个均线的结构 那如果你想操作的话 你就慢慢的接 因为目前看来 整个半导体的一个 晶圆代工这部分 它是往上的 对 往上如果说 有那个所谓的那个联博 我觉得 给它砍到四十块 对 那个联博听起来 虽然我是王博 但是发音 我是不大习惯 那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说 我们就看 是不是取中人扇 是它取中人扇 还是联电取中人扇 也可以 不过人家规模也是蛮大的 对 但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就在观察 2454的联发科 2454的联发科 因为昨天才提到 我说真的IC设计要表态 我觉得联发科 它的一个表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小兵一直动 他都不动 动箭观瞻 可能有听到我们的呼唤 然后鼓叫开始往上 盘中有到一千块 当然因为也有些同学 喜欢做高价股 所以你可以发觉说 这个联发科上来之后 喜欢做高价股的同学 可能在操作的过程又有一些标的 喜欢做高价股的同学 还做什么 6488的环球晶 对 环球晶我就想问 王波你说 其实最近电子股的火种 就是IC设计跟矽晶源当先锋 环球晶 中美晶跟合晶 这几天表态之后 今天股价有一点点开高走低 可是轮到的是 我们昨天不小心点到的PA 3105的稳帽 今天盘中一度涨停板 那这个中小型股贵买指数当中 矽晶源跟PA都非常的重要 他们的资金轮动 你觉得这样的状况健不健康 我觉得目前看来是有越烧越热 因为我记得 明君那时候问我一句话说 这是不是火种 我说当然是火种 你矽晶源 矽晶源是不是 整个半导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材料 是啊 那你手机里面PA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 零组件 是啊 CCL是不是很关键的材料 是啊 对 那如果说 它是一个所谓一个带一个 一个带一个的话 你看环球晶带上来了 这是细晶源 那3105的纹帽 这也是半导体的领域 然后你看 我们才在讲 结果今天就直接冲上去 而且还带一亮 那我觉得说 这种大家都可以当指标 8086的红捷科 我们也帮同学追踪过 也是被纹帽带上去了 其实它之前已经慢慢上来 慢慢上来之后 而今天也慢慢上 只是说 你去注意这种次族群的一个轮动 我觉得 我觉得 其实 船长整理一下 还有机会 但是 这些次族群的个股 电子类股里面 它会很活泼的表现 老师 那今天怎么看 太阳能类股全速的发动 这是政策概念股 外加 夏天开始变热 的这个题材吗 我觉得能源本来就是 不管是美国也好 台湾也好 其实都在推 而且 特别是所谓的碳中和 那个节能减碳 其实我们看这些个股 位阶都很低 包含像6243的援金 这个都可以注意 我想 对 他们真的位阶很低 同学 就是找一些低位阶的 你看这个位阶很低 今天低档报大量 这种都可以注意 可以 包含像6244的茂迪 好 低档报大量 交易都慢慢的 都成交量出来了 然后9958的四季钢 这个封电的 你看嘛 那个营收10亿 增加到10亿 今天短线上 可能有一些做短线的压下 可是你也发觉 成交量也是 蛮热络的 那当然 还有同学问那个什么 2002的中钢 中钢 钢铁很多同学都 对 这个钢铁族群 是在今天大概 后半场的时候 开始有人进来买 所以我还是提醒同学 因为这种是 属于中期的一个 所谓产业的一个 成长趋势的股票 你如果要接 你就要慢慢的接 你千万不要 对 不要像 我冲上去之后 然后那个 那个所谓 那个所谓新闻 很热的时候 就真的很辛苦了 所以我觉得 这些都可以注意 好 刚才我们讲到 其实贵买指数当中的 次族群开始轮动 尤其是跟这个 半导体相关 电子这个零组件 上游的部分 开始点火的迹象 对台股来说 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我们讲到这个PA族群 其实我们今天 请王伯特丽 做了一个专题 是关于PA的部分 其实你也讲过好多次 就是稳茂的董事长 在这个第二季的时候 第二季初就讲出说 可能市况 并不是这么的看好 那为什么PA族群 整体而言 对于电子股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 那个电子产业 很多的传奇性的人物 张中模式 张中模式 然后我们昨天讲的 许秀兰 许董事 是 其实他也是 陈敬才董事长 人家说材档 这个也是 他其实他之前是在南桥 他最早是 他在传产服务过 他最早是 安侯的查账员 然后去南桥 去南桥之后 南桥那个时候 有一阵子 那个经营稍微下滑 南桥就是水晶肥皂 水晶肥皂 那时候不是洗衣粉 洗衣精吗 然后水晶肥皂就卖不好 然后你知道吗 他做了一个什么动作 他就去那个 开个记者会 然后穿泳裤 在那边洗给大家看 因为他推广加了 自己加的水晶肥皂 那个水晶肥皂的销售量 突然直接冲上来 所以他也是很 很有一些积极的作为 然后后来最好 最有趣的是什么 最有趣因为 他在南桥待了一阵子 陈飞龙 他一直把陈飞龙 当作他的老师 其实后来出现一个状况 2003年的时候 2003年发生什么事 台湾股票市场 博达事件 叶苏菲 对 那个时候其实生化贾 几乎都要倒了 都发生很大的问题 然后稳帽的董事长 那个刚好是他的一个什么 他的朋友谢世川 他就说 不然你来把我们赌三公斤 你有那个资条 你把我们赌三公斤 所以他就说他是救火 对啊 就当他说去救火 对 然后就把稳帽救起来之后 他2008年还去救宣德 然后2019年的时候 连帽强强联手 对 那今年什么动作 今年在5月的时候 就是要攻这个生化家 对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5月份在哪里 5月份大概是在这附近 对 好 那如果你看到 有一些大佬 有一些特别的动作的时候 你都要注意 对 许秀兰 许秀兰 董事长一出手就 一出手就会有事情发生 然后你看 这个也是大概在附近 结果今天骨架又上来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说 不管是稳帽也好 全新也好 红杰科也好 现在主攻的是生化甲 对 那他为什么 第三代半导体 对 这是第二代半导体部分 然后 陈董 栽党也去保温 他就是说 我要百亿建厂 我要攻的就是 第三代半导体 氮化甲 对 以及碳化系部分 那我个人认为 因为 其实第三季 其实基本上是 电子类国传统的旺季 如果他又超前部署 其实这个股价在低档 大家是可以注意 好 没错 王博今天呢 针对这个PA族群 最近股价非常明显的 点火转强的这一块 大家可以从基本面 跟后续的这个筹码的状况 关注PA族群整体的走势 如果说你对于这个操作 半导体族群任何意见的话 对传产族群的大多头行情 也有疑问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的大头娃娃 跟王博加个赖 聊聊天 王博会给你比较详尽的解说了 好 现在节目后 我们聊聊是这个 集团作战行情 其实我们已经讲了 好几个礼拜了 六月底呢 这个集团作战行情 尤其是电子股的部分呢 大家一定要多所琢磨跟留意 好 今天联发科盘中 攻上了一千块钱之后 各大集团当中的IC设计股 一定有戏场 广告回来锁定武器股市同学会 如果说今天台股当中 第一猛将说是台积电的话 那第二猛将应该就是联发科了 联发科今天盘中 攻上了一千块钱 主要是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认为说半导体三雄 今年的增长速度 会超乎全球的各大产业跟公司 因为第一季光是全球手机 晶片的市占 联发科就拿到了 百分之三十五的市占率 加上有台积电的产能支援 就把高通打得不要不要的 今年营收预估成长会达到百分之四十 继续创下新高 而台积电不用说啦 所有应用平台都比往年成长 今年营收渴望成长百分之二十 是美元的部分 日月光也不错 打线封装需求很旺 加上台湾最近有封测场的染疫事件 月光已经很满了 接单都没有办法转单接到这边来了 今年预估再成长百分之二十 那老师我想先问一下 今天联发科的走势 您怎么样来关注 尤其昨天我们还讲到了 因为其实联发科跟联电 都是这个廉价均等 对不对 昨天我们讲到说 联电被外资调降平等 目标价看到四十块钱 老师有特别提醒大家说 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乱卖乱砍 今天联电就回神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解读呢 好 我想在昨天我一直提到说 那个联博看坏 对不对 看坏说可能 看四十块 说这里有个缺口 四十九跟四九九 我说这个缺口没有封闭 不要被他吓到 对 那今天就谈上来了 所以基本上从联家军里面 他的单约营收也是创历史新高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整个联家军里面 第一档创新高的是谁 是3037的新星 我们看一下3037新星 好 今天他也是小掌 你看他碰一下五字线 他还是维持很强的 那第二档是谁 就是3014的联阳 对 联阳 昨天涨停板 昨天涨停 今天创新高 小碟一块 也是维持非常的强势 而且量价配合得很好 大涨的时候 对 上风就有量 拉回就有量缩 所以他告诉你说 我整个联家军的集团 一直在动 非常的漂亮 一直在动 好 我们回到下一章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来看联发科了 因为联发科第一季是算这样 那目前今天会公布营收 市场有预期说 他今天在盘中一直 试图去供一千块 应该也是维持在所谓的高档 营收 应该下午四点才会公布 那我们看月线的强力资争在952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 好 这个是联发科的 这是昨天收967 那我看到什么 我一直在告诉各位筹码很重要 有没有 你看然后这一波 他从1185跌到821是跌30.71% 结果融资是减了31.36 你说融资减幅是比他个股的跌幅 还要多 筹码有沉淀 重点在这里 他从821弹上来到这个地方 这边就曾经供到一千元 对不对 但是就在那边横盘了八天左右 这一段他涨了22% 可是你看到这里 融资有增加吗 没有 没有 这就是非常安定的股票 这个地方融资只增加10%左右 但是大盘他个股已经涨上来22%了 所以他一直维持在这个线上 有没有 那只要今天一点火就上去了 然后昨天看到什么 法人开始买 这里交叉了 KD指标 黄金交叉 刚好交叉 就很巧今天就动了 今天他马上就动给你看了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联发科 你看就更明显了 而且亮出来了 所以如果说今天的四五点公布的营收 是如预期是不错的 我觉得明天应该就有机会 一千块站稳了 今天收在998就差两块 好 我们再看下一档 下一档 更好玩的 昨天我们在讲这一档的时候 我说市场不会有人介绍 为什么 因为他是这里磨 对不对 投资人会注意当天的涨停板 当天创新高的股票 像这种偷偷摸摸要涨的 前一天你还看不出来 那我昨天怎么告诉各位 我说从廉家军的新兴创了新高 接下来是昨天的连羊也冲涨停 我说搞不好这个 差不到一根停板 搞不好莫名其妙明天就涨停了 结果今天真的涨停 他昨天是收在一百块钱 我还记得 结果今天崩涨停就过一零八了 刚好他公布五月份营收是 5.56亿 年增百分之15.09 也不算是非常出色 跟其他的电子股来说 但是因为他还有涨价题材 外加老师您说的 可是重点在哪里 你说他营收公布5.56亿 他不是今天才公布 他是今天涨停板 创新高 他是在六月八号以前就公布 我说这个厉害的地方在这里 融资减了61% 大盘跌了25.46% 个股跌25.63% 可是融资减了61% 我说这个趴在那边 不会有人注意 可是你看到这什么 把人一直吃货 这个是厉害的地方 就是说当你发觉到 这种股票的时候 他常常会给你一个惊喜 supply 你发觉他不会动 这段时间哪会动 蹦他一根涨停就给你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现实 你会觉得天啊 是不是你在这里慢慢买的人都赚钱 因为法人就是在慢慢买 慢慢买 然后就蹦就创新高 然后今天早盘的时候传出说 他跟新唐有MCU的涨价的题材 二三季继续涨 那我们来看一下4919的新唐 看一下 MCU整个涨价题材 你看新唐是早在五天前 就来到90块 然后就往下了 然后又弹上来 又弹上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一块里面 为什么昨天我特别提这个盛群 那今天涨停板 我相信很漂亮 大家都来得及布局了 那重点就是筹码 我一直在讲筹码 尤其在前几天 明君也在问我 也帮同学问什么 面板 我怎么讲 我说友达群装财经就是 融资争很多 融资一直在争 所以就是你看 法人又不买 脸是黑了 法人又不买 所以有时候 不要陷入基本面的迷失 什么叫基本面迷失 就是说他个股题材不错 本益比很低 可是如果筹码很乱 法人不爱 他会先跌 你要避开先跌 可能未来半个月 未来半个月到一个月 之后落底了 那个时候你来买 就会买到刚好是一个起涨点 所以盛群今天已经创新高了 基本面也不错 那好 我们来看 除了廉家军里面 对 这是廉家军集团的坐葬标底 轮流点火 轮流点火 感觉今天洪家军也看到一点点印字了 也开始来了 你像洪家军 天狱 我想大家最注重的就是天狱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指标 他之前最早创新高 然后跟敦泰的比价 那昨天的敦泰 创新高 然后今天拉回 他也稍微拉回 可是为什么 我觉得他还是值得利用拉回来布局 我们来看一下天狱 我最早告诉各位的时候是在5月19号 当时他刚上来 我说这里交叉了 有没有 然后这里开始要收敛 对 也就是还没涨之前 所以你就发觉 他就这样涨了一段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好 他就这样涨了一段 又回来 回来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月线是上扬的 对 所以他有没有机会是开始走这一段呢 再去挑战这个新高 如果各位去想 过了明天 有三天廉价 到下个礼拜上班 已经六月中了 那离集团作账也好 投信既理作账也好 就剩半个月 对 再扣掉周休二日 其实就只剩下十个交易日 那有没有机会再去创新高 那我们要看他筹码的变化 就要看投信的动作 因为第一个 基本面没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前四月 他就赚7.66 那我们来看 这一段过程当中 他的融资一直维持在低档 也就是说 我在这边涨上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融资没有增加 就像你刚才看到什么 盛群一样 他反弹上来 这边税步税步的时候 他融资也没有增加 结果今天就涨停了 那我发觉天狱就有这种复制的模式 我在涨的过程当中 我融资并没有增加 可是你没有发觉 而且法人都是买的比较多 慢慢吃慢慢吃慢慢吃 我之前告诉各位 他在等什么 等他再度交叉 机会来了 快要交叉了 对快要交叉了 所以明后天他只要冲过325 然后到月底 也就是说第二季结束的季底 我们讲季底 我觉得他搞不好真的有机会 洪家军 他有机会往上攻一波给各位看 那值得期待 好 再来 这一档也是很强 台阳 老师也是之前介绍过 6月1号我在介绍他的时候 我怎么介绍 我说5月份法人卖了1102张 对 结果6月1号一天就买了1616张 就是买的比他过去一个月卖的还多 为什么 后面一定有题材 对不对 那我说这档股票 你如果看基本面他还没有赚钱 只是就是有那个太空的题材 卫星 但是我说最漂亮在这里 5月份 有没有 我在6月1号讲说 5月份法 他的整个融资减掉了7000多张 也就是说 这个是没有的 对 融资减 这个字是多达 减了7000多张 那代表什么 筹码 安定 都很安定 然后这个地方早就交叉往上 好 各位当时看一下 那股价多少 35块 38块 然后现在 到昨天为止的要46块 对不对 对 我们看今天多少 今天冲到50块 老师 那如果他后续真的创高的话 可以怎么样留意 只差4毛 对 差4毛 你看这个量是很漂亮的在加温 所以你说洪家军的集团作帐 会过高的台阳 甚至外来是天狱 高价就是看天狱 低价就看台阳 好 那我们再往下 还有 还有 这些已经涨上去了 大家来不及的没关系 还有 你看3062的建汉 这也是大家买得起的股票吧 可是你看它都有一个特色 融资这样减了49% 那你看这个地方 它就很漂亮 再做一个形态给你看 然后各位 它未来就有机会往上攻 你说已经错过了 已经创新高了 你不用追 但是成功的方法 可以复制给你看 你一定要找这种筹码安定 你看到这什么 谁在买 法人 对吧 融资减是代表散户根本不爱 可是法人偷偷买 所以你看今天动不动 来啦 也是出量 你看涨停了 行情都是 股票就是这样挑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档也是 洪家军的 你看这档 6213年帽 这个最近有 这个CCL转强 CCL转强 你看台光店连续飙涨 你不可能去追台光店 对 它是龙头 联帽是龙头 你看那个洪家军的联帽 来 融资减了40.5% 好安定 这边弹上来 它融资趴在这里不动 可是你看到这什么 越买越多了 而且是连买 昨天买最多 所以今天就动了 今天为什么昨天买最多 因为今天要去供季线 季线砰 供上去了 亮出来了 对 有没有 亮出来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档 洪家军今天这档 低价IC设计也动了 对 因为 其实连发科老大哥的带动之下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连家军当中跟洪家军当中的IC设计 就有个纯纯欲动的感觉 你看这一档也是 融资也是趴在地上 也是趴在地上 指标刚交叉 也就是说我整理结束了 我整理结束了 也就是说大家也用同样的方法 如果你有 友达群状彩金 什么时候可以买 你就等他KD真的交叉 目前还没有 他有这种交叉 你就可以低接 面板股再等等 对 再等等 可是你看这种低价的IC设计 它已经出现 动不动就往上攻 那你就值得留意 既得要做账 一定是往这个 这样的悬股摩基 逻辑去找就对了 好 非常感谢邓老师 今天针对这个 包含了从连发科 股价点火转强来找 包含了这个连家军 还有洪家军当中 很明显有一些个股 除了是题材 跟上IC设计族群 转强之外 好多的个股 筹码渐渐的安定了 而且指标开始 往上之后 大家就可以留意了 如果说你对这个 集团作战行情 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的 大头娃娃 跟单上来老师 加个赖来聊聊天了 先段回来 我们要聊一聊 这个传产的部分 今天本来 抱有传产股的人 心情蛮紧张的 早盘的时候 包含航运钢铁 没有想到尾盘的时候 航运股的这个 航情又开始 慢慢地烧了起来 今天大盘就在航运 传产跟这个电子股 一起带动之下 指数尾盘收最高 那传产股的大多红 行情还没有走完吗 数据回来 会有最及时的解析 广告回来锁定 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 五七股市同学会 这个阶段要来问一下市郡 因为好多的投资人 投资传产股都 都很想要知道 市郡的看法怎么样 那今天我们先从航运股来解 航运股的人气到底还在不在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最新的一个报告出来 是本土法人 看多长荣 说他的第三机油 有机会赚十块钱 一个股本 目标价拉高到了220块 为什么呢 因为长荣的五月份 营收获利创下了新高 EPS单元2.91元 现在要新船非常多 这个市郡有讲嘛 长荣是船最多的一个船队 碳中和降低船的周转率 所以货柜双雄这个礼拜 其实尽管五架是稍微的震荡 可是并没有呈现一个败向 但大家担心的是 为什么本土法人喊 可是我们外资的小摩跟高盛 是同步的站在调节的一方 包含了长荣跟阳明 那现在这基本面来讲怎么样呢 其实还是不错的 包含了货柜轮的订单 现在都是爆量 造船厂的也是含涨价了 目前前五个月订单 就毕竟两年的加总两倍 那这个瑞银也是认为说 其实尽管运驾中期 会逐步的小幅回落 可是不会回到五到十年前 这个低迷的状况 我想先问一下市郡 今天包含了货柜三雄的股价 跟散装都同步的回落了 可是到尾盘的时候 他们的涨幅都有收敛 这个是不是一个 比较好的迹象 对 因为其实今天晚上 美国要公布五月份的 消费者的股价指数 CPI 对 很重要 那市场是预估说 会创了28年来的 最大年增幅 代表原物料行情应该还在 对 那就是很多 像今天传产早上 感觉非常弱 但很多人去赌说 今天晚上的年增幅 它可能会到3.5%左右 假如说是符合预期 那原物料行情 明天就可能再持续做一个开高 因为今天看起来 很多人去赌尾盘的行情 你看很多像中钢 本来盘中跌了2 3% 然后后来拉到翻红 平凡之上 包含了长龙 甚至是造紫类鼓 塑化类鼓 纺织 全部都拉尾盘 所以可能要 今天晚上好好盯这个数据 那也是可以看一下 美国的那些传产股 好 那我们先看长龙 这一档 这个应该也是宏远 宏远寒的 其实这一波宏远头顾 他看长龙 扬名 外海非常准 可能从20几 30几 就一路看看看看 然后一直调高我们就要到现在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2 603的长龙 好 2 603 对 那其实基本面是 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不用再去多数 好 那其实我们昨天 有跟大家讲说 昨天公布了 他的5月营收是创历史新高 获利2.91 那也是非常吓人 可能说第二季就可以赚到9块 对 然后说第三季赚移股本 代表说他每一个月 都要赚3块钱以上 对 因为现在目前的 美国线合约还在涨 所以可能说 6月营收会可能创高 好 那我昨天是建议大家说 可以做一个短线的减码 对 因为像今天一样 还有开高可以做个减码 不然的话盘中就往下杀 杀了差不多将近5 6个percent 好 那 那这波涨幅非常大 从这一天开始 出现一个导状锤子 然后就开始涨 就不得了了 你知道涨多少吗 它涨了9成 从那一天到现在 从这一天 从60多块 涨到121 对 这么大的股票 它涨了9成 然后融资从23万张 那时候融资杀 杀地板 然后23万张 增加到昨天我看是33万张 所以融资增加也蛮多了 差不多10万张左右 这么大的一条一艘船 它涨了将近一倍 你一定要让它沉淀一下筹码 需要 对 需要 而且三大法人其实坦白说 并没有说大买长龙资杂头票 那基本面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它涨 你就要让它休息一下 它会进入一个横盘整理 我觉得啦 好 进入横盘整理 那你就是来回做架 才会比较好 就是有开高的时候 可能就减码一点 对 你就稍作减码 好 然后昨天出现了一个就是 利多出来的嘛 但是昨天利多不涨嘛 所以今天就做拉回 很简单 你昨天利多不涨 你就短线做减码 基本上我们之前有 给大家上一堂课 就是标股什么时候转落 对 第一个就是利多不涨 那就是你可以短线减码 全身而退就是第二次破月线 第一次破反而是买点嘛 反弹起来第二次破 你可能就要全身而退 目前的话都还是维持一个多头 好 那这个是市郡 对这个航运股最新的解读了 那我们讲到其实现在 感觉啦 外资对于这个台北股市是忽买忽卖 抓不太准 那我们插播一下外资最新的动向 今天台北股市大涨 外资呢 大买 今天大买了161亿元 是结束四连卖 那三岸法人合计呢 是买了159.4亿元 所以代表明天的行情 应该还是可以期待吗 明天啊 普普通通啦 因为廉价前一天 对礼拜五 不要抱有太大期待 我们现在看大盘好了 以防受伤啦 对 以防受伤啦 好 最近资金很明显转到电子 所以传产明天能不能转强 是一个关键 就是今晚上的CPI了 对 传产已经落好几天了 大概落了两三天了 比较少见 也才两三天还好 跟电子那么久 比起来很好 对 好那大盘的话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区间 因为你要记得 台子期结算是 我们在用台子期去切入 那时候结算是在这边 对 大概1万6 6月16号以前 不容易大跌 因为结算是 这一波涨1000点 你觉得阻力会 把它杀下来吗 也不太会 但也不太会往上拉 对 因为17311那边是一个压力 所以它会呈现一个区间整理 礼拜一的低点 叫做16775 它是一个多方防守 不能破 破了可能就转弱 那我们先看一下投信部分 好 你讲最近 资金有回来电子股 投信动作比大家还来得更快 早就已经在买电子股了 在这个6月底之前 大概只剩10多个交易人 有没有哪一些投信 非常积极布局的 其实还有肉的 大家可以留意 好 那我们今天就 就筹码面 跟技术面来分享 因为我们可以跟着投信操作 因为基本面 它已经帮我们挑好了 好 那这波投信的操作 比较特别 就是说 以往来说 因为投信作帐 它都是买中小型股 我是基因经营人 我拉抬一些中小型股 比较好拉 对 那个半年作帐 绩效漂亮 我身价也水涨床高 对不对 可是今年不太对 今年好像很异常的 都买很多全职股 是不是全职股都没有动 其实 整个绩效来看 就是说国内的所有基金 股票基金绩效 目前都还是胜于大盘 那可能说 走一个保守牌 那其实6月 投信来看 绩效没有说太好 可是它今年6月已经买了60亿 所以它看起来有在积极拼作帐 你看它买的部分 弃传产 买电子 对 刚刚王伯讲 投信买的一头拉股股票当中 都是在买电子 传产很少 很少 那因为可能之前有被电到 因为之前都买传产 然后后来杀一波之后 都砍完了 现在相对来看 因为从4月份来说 电子已经跌非常深了 筹码也很轻 很好辣 所以大部分投信都在买电子 好 你看它买烧金的排行就知道 大部分都全职股 金额 这次以金额来说 对 买烧第一名是台积电 第二名星星 然后联电 景硕 长龙 都是我们有持续关注的 对 那我们用一个 比较傻瓜选股法 好 到底投信的这个选股条件 怎么选呢 在这个进入之前 我们先来操播一下 如果说你对这个投信的 作战行情非常兴趣的话 欢迎参考 他们上市就在大头娃娃 跟他加个来 他的资料都会放在 他的群组里面 好 投信选股的条件 到底是哪一些 我要怎么跟投信一样厉害 好 那也已经剩差不多两周半 那可能作战 不一定会做到最后一天 我们就抓个两周 这两周你可以关注哪些 个股是投信的作战标的 好 第一个我们去抓 上市跟上柜 最近十天投信买超前15名 那一定要抓最近买的嘛 对 他总不能抓他上个月买的 对不对 第一个 最近十年 买超前15名 我觉得大概这个月 开始他积极在作战的标的 对 然后第二个是 外资也要占买方 然后外资一起买更好 你总不能说投信在买 然后外资在卖 那一定不会动 土羊对作不会动 土羊同心才会容易涨 好 再来 股价要领先过 5月10号的高点 就是起跌点的那一天 对 我们先把它放大盘好了 好 先放大盘 看一下大盘 把它切到大盘 因为5月10号是起跌点 我记得那时候高点在 17300多点 对 好 17300多点 如果说个股能领先突破 5月10号的高点 代表比相对强势 你看这是现货 它没有办法去突破 5月10号的高点 对 那如果说你选的股票 它能突破5月10号的高点 代表说相对强 好 开始开始来了 来 那个后选人出炉 这些是最近投信10天买超的股票 这边是上市 左边是上市 左边是上市 右边是上柜 好 那我们的选股条件 把它拉出来 好 这些是他有买的 但是要搭配我们刚刚的选股条件 第一个是外资也要站在买方 对 外资也要站在买方 好 选股条件来咯 来 好 同买的话 上市有这些 帮各位先抓出来 有这1234567档 景硕 永丰鱼 长龙行这些7档 那如果我有标黄色就是说 外资买比较多的 外资买的比投信还多的 张硕我帮大家去做统计 然后上柜部分有这些 你可以发现到上柜部分 大部分都是什么 旱垒 中美金 合金 矽金元 矽金元 然后还有环球金 大部分都是矽金元 所以矽金元可以特别留意 PA也是有 对 PA也有一档 好 然后上市的话就比较杂一点 可能有传产 有电子 好 那如果再去细分的话 就是说再把我们第三个条件拉进来 股价领先过5月10号高点的 对 股价有过5月10号高点的 就是这些股票 包含了景硕 长龙行 金向光 汉磊 中美金 合金这些股票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下一页 好 那我们一档一档来看 然后顺便给大家看 就是说投信的持股比例有多少 这框起来就是投信的持股比例 在光芋里面的 对 那如果说持股比例 介于中间会比较好 因为超过15%的话 就拉不太动了 通常是这样 超过15% 投信持股比例太多反而还比较不好 对 就是过高 过高 因为你也有 我也有 对啊 我每家投信都有 我干嘛故意去拉 对 太高不好 对 像比较 我记得印象中最高的是 目前的话是8358的金居 不过目前的股价来看 我们看一下8358的金居 就看看还会不会再往上拉 我是觉得说 可能就是在这边做震荡 8358 好 目前的话 今天表现还不错 它是目前投信比例最高的 那我们刚刚那三个条件 全部拉出来 我觉得说持股比例最好介于 3到10% 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 好 那我们先看第一档是 3189的紧缩 然后我都帮大家整理好了 好 假如说你要看这张表 然后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它的转弱点在哪 对 要加入那个氏菌的line 这个很重要 对 首先转弱点不能跌破 然后再来就是压力在哪 它可能就说 价格到哪里附近会有点压力 我们先看3189的紧缩 好 那紧缩的话 就是ABF载版 当然订单已经满到年底 这是一般的国内法人都非常认同 然后投信也是连续买好几天 然后你再稍微留意一下 它的转弱点大概就在113 这附近 好 这附近 然后压力在145附近 好 好 那我们看第二档是 1907的永丰鱼 对 这个是造纸还有碳权 对 好 今天盘中有往下杀 好 那这一波 我刚刚说它有两个题材 第一个是投信作帐 只是说最近这几天它没有买 它买这一波 它买这一波 这个这边没有买 这边没有买 那今天有留一个下影线 所以看看 这边的缺口有没有机会直稳 再拼一个往上做账 然后压力大概在54块 支撑在43 好 那这些都是投信 最近有在买的 我们看一下3231的伪创 好 3231的伪创 这个就比较不符合选股条件 为什么 它是买超第一名 对 刚才那个表当中 我们看一下 再往上看 投信买超第一名是 我刚刚有一个黑人问号突然出现 你知道吗 伟创 最近没有什么动 而且最近没有动 代工族群的营收表现还好 你知道为什么它没有动吗 对 好 这边投信5000张5000张5000张的买 可是外资天天卖 所以它没有符合外资投信投卖条件 就是投信要买 外资也要买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 好 再往下看 好 这边 好 第三档是2618的长龙行 对 那这个因为投信持股比例太低了 就只有0.1% 所以可能比较不符合投信的作账条件 然后再来看3530的金像光 好 下面换成投信哦 好 这个叫做标准的先做起来等 可能中间就已经买了一大堆 对 它的压力大概在200块 然后支撑在146 没有破这个区间的话 我觉得它可能会在这边做震荡 好 这个就是已经先领先买起来 然后等着作账 好 再来看是6182的合金 好 6182的 细晶元部分非常要特别留意 因为可能是作账的标的 你觉得是非常有机会 我觉得对 因为整个族群性 投信买超的非常多 就外资也在买 对 最近 而且通常最近的股票 有一个特性就是说 今天大涨 明天就容易开高走低 对 容易跌 其实合金的话 并没有说今天特别弱 它盘中有过昨天的高点 对 然后收盘价 今天的低点也没有破昨天的低点 所以细晶元部分都可以特别留意 它有5483的中美金 就慢慢垫上去这样 5483 你这样慢慢的垫上去